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來到女兒的電腦 真的 你看現在這樣 每天都悶壞了 好想出去走一走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行程呢 可是要符合你耶 因為你又不想花錢 又不想花太多時間 我覺得有 有一個豪華自由行的行程 我就知道 問你就對了嘛 對不對 什麼樣的行程 早上起來你想好好吃個飯嘛 當然嘛 早餐要吃得像皇帝 對 所以你就早餐起來 從房門走到餐桌 你坐下來開始吃飯 這就是一個自由行的行程嘛 是 自由行 吃完飯之後呢 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出去溜一溜 讓它消化一下 你就到樓下管理室拿個報紙 再上來也差不多消化完了 對 然後呢 接下來 原來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 那接下來怎麼樣 下午如果換作 我們現在在日本 是不是去泡個溫泉 對 對 你這時候就走進浴缸 把那個水龍頭打開 然後把它泡 我把我自己泡在裡面 泡在裡面之後 泡完之後是起來 又準備要吃飯 你就再走到餐桌 是 對 這個自由行的行程 然後吃完飯看一下時鐘 也好睡 好睡 然後一天又結束了 而且你在家 滿好的耶 是不是 可是你剛剛從頭講到尾 這不就是我每天的行程 對 那就好啦 你抱怨什麼 什麼 我要自由行 我要出去玩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好推薦的 而且廉價又到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就要聽聽這些朋友們 都要推薦有什麼樣的行程 聽他們的喔 對啊 可靠嗎 靠譜嗎 沒關係啦 反正叫你也是一級的嘛 對不對 對 而且中間有一些七月才有的行程 我們要跟嗎 不要啦 還是要跟 怎樣啦 是哪裡啦 就是說七月他講的行程 我們盡量避免啦 對 好 那就聽聽他們這些好笑的行程 好啦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環遊世界自由行 安排規劃它是達人級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但對面呢 省吃 減用 去旅行 白吃 白喝 我醉行 歡迎我們聯合國代表 歡迎 全世界趴趴走 玩遍各國 你們在心目中有沒有覺得 你們國家的人 最喜歡去哪些國家自由行呢 如果是我 我覺得美國人超愛去一些海島 特別是加勒比海的裡面一些島 像我姐姐超愛去的是那個 加美加 那個叫什麼 亞馬加 對啊 因為那邊可以去聽一些 Reggae風的音樂啊 好High喔 對啊 然後海邊都很漂亮 你那個感覺是 火車要過山洞耶 那個是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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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聲音啊 不一樣 對 盡量講就好 像我姐姐她每一年一定要去加美加 因為那邊有很多可以好吃的東西 有聽Reggae風的音樂啊 可以跳什麼的 然後還要推薦一個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去一下 這個地方非常非常好玩的 有沒有 這哪裡 這怎麼有人懸吊在中間 對啊 這什麼畫面 難道她已經 要怎麼掉在那裡 我沒有 小優啦 小優飄來飄去 小優 小優沒有那麼大隻啦 我沒有請殺 掉在那邊嗎 不是 不是 在一個地方叫Nygrove Cliffs 然後那邊就是可以去那邊跳水啊 那你看這個地方算是滿高有沒有 所以很多人去這邊的時候 會怕 有點擔心 我姐姐就去這個地方 然後就有人在加美加 認識了一個男生嘛 然後那個男生本來很怕 然後本來我不要 那我姐姐一直拉著她 一直拉著她 她最後就是 他們都是一群朋友就拿著她 然後就丟她進去那個水裡面 唉唷 她後來一開始就會怕 但是後來她真的愛上了 然後大家已經累了 因為爬上去然後跳了 然後大家累了 這個男生就一直玩 停不下來 然後後來她都是調到 自己身體有一點不舒服 因為她就是 可能是把自己高得有點太累 你知道這麼高跳下去有技巧耶 我以前在學校有那種很高的那種跳板啊 然後我就是像她這樣子直直的下去 直直的 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我剛門裂掉 很痛 超痛 超痛 因為在跳水要有技巧的 你如果不小心下去是整面啪這樣 或是很高的話 那個肌肉會受傷 會受傷 這個是很危險 你要知道啊 你要跳下去的時候 你的水不能像這樣子 因為你跳下去 你的手會這樣子 會受傷 對 你就是要很自然的 讓它這樣子 飄上去啊 然後跟著那個水走 對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好玩啊 那如果一些台灣朋友有時間的話 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去這邊玩一下 OK 風景也很漂亮 對 我們澳洲人也很喜歡冒險 所以我們也對自由性的旅行 非常非常熱情 但是我們通常會去一個講英文的國家 因為就是比較容易安排行程 所以我們很喜歡去美國 最近很多年輕人也去美國 我也有去美國啊 我去年夏天的時候有去美國 然後我以為飛得那麼遠 不會碰到其他的任何的澳洲人 我覺得要出國的時候 要看另外一個文化吧 所以去美國 然後搭了19個小時的飛機 從學歷到紐約 然後我晚上的時候 一直去跑很多酒吧 夜店 一直碰到好多澳洲人 而且澳洲人在 澳洲人在美國都玩超風 對啊 真的假的 他們都是風子 怎麼樣飛那麼遠 然後還是碰到澳洲人 所以我就後天覺得 好 我去擺了會 看一個舞台局吧 一定不會有澳洲人吧 排隊兩個小時 然後後來沒辦法買票 然後我很難過 但是旁邊有一個人在 然後她說 我剛剛今天就是有抽到一個 兩張票 然後我是一個人 然後你是不是一個人 也要買一個票嗎 我說是啊 她說好 我就送給你這個票 我就覺得 她問什麼 是嗎 送給你 對啊 送給你 她現在想要把你 太幸運了 然後我覺得 她怎麼會那麼貼心 怎麼會美國人那麼貼心 後來我問她 妳是不是美國人 是來自哪裡 她說 我是澳洲人 然後看到妳是澳洲人啊 所以雖然澳洲人是最貼心的 意大利人最喜歡去哪裡 自由旅行呢 希臘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那麼喜歡去希臘 因為希臘其實是 它的海邊是比我們意大利的 更漂亮 非常非常適合在那裡 晒太陽游泳的海邊 而且有意大利人去希臘 常常遇到很多講意大利文的 對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很方便啊 像我的朋友的父母親啊 他們都已經 後來六十歲 都在意大利玩 他們決定他們一定要出國 可是又不想要跟團 所以他們決定 那就是去希臘 才是方便 安全 又不用擔心 好美喔 這是哪裡 非常非常希臘 樓洞那邊啦 不是啦 是不是啦 不是啦 那那個希臘我們最喜歡的 就是比如說有一個島叫 Crete這個島我們就是從 你坐飛機從意大利到希臘 通常八千元可以來回 很便宜 對 然後到那裡 很多人會坐那個小的床 坐跨島的一個行程 所以你也不用跟團 你自己就是到一個島 然後在那裡玩 有點像東南亞這樣 然後他們去的時候 有發現有那個海邊 它有那個粉紅色的沙灘 就很獨特 希臘的粉紅色的沙灘 就是他們那個 又熱戀了一次 都六十歲再回來 所以你們要生小孩的話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你們去希臘 一定可以的 浪漫第一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自由行的朋友們 已經很想往遠一點的地方去 那在2019官邀局的一個調查裡面呢 其實歐洲有個地方是 我們最想要去的 那就是 法國 法國 Hermas 爽戀 法國 對 可是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我也想去 但是我不想帶老婆 如果要去Hermas的話 那我跟你說 你不要去法國 巴黎 我們來到巴黎東南邊的一個地方 非常美的一個城市 它叫安息 其實安息剛好 安息Hermas的分店 安息 好耶 好耶 他其實在一月霸的一個交界 那在巴黎的東南方 其實李昂過去會比較近一點 你不要跟我講 要跟他們講 我知道 你一直在跟上國講 他們地理會是幹什麼 它呢 有一個很美的湖叫安息湖 它就可以面對這個阿爾卑斯山群脈 然後這個安息湖是碧綠色的 有一個橋叫情人橋 所以呢 一定要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有個傳說 如果你是一對男女朋友 熱戀的 你走在這個情人橋上 如果你Kiss一下 就會 浪漫 就去那邊找一個清 這個河 中間真的很漂亮 你可以坐船 然後就慢慢來 對 小島公啊 因為還有那個 我們小威尼斯之車 對啊 然後這樣的地方 當然不會像巴黎這麼忙 一直很熱鬧 熱帶多 這樣比較安靜 所以真的還滿適合的 那他巴黎去要多久的時間 其實我們坐飛機 坐到里昂大概一個多小時 里昂再往東邊走 大概車程大概兩個 對 不到兩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其實因為現在大家不是去巴黎 你就是往南巴跑 那還有多一個選擇 你可以去Provence 然後從Provence 你開車 普羅馬也可以 真的喔 可以耶 對 可以 自駕或是搭乘大 大眾交通工具都很方便的 好的 這樣地方 附近都很漂亮 然後你可以去意大利 瑞斯 法國這樣 因為一位爸的交界嘛 對 OK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其實非常會自由行 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點 也非常適合你們帶老婆去 因為他不會有Hermes 你們不用擔心 那老婆怎麼想去 你一定就是這樣 因為怎麼說我非常會自由行 你知道我的自由行 都是很瘋的 很硬的 因為我都是開車自駕 小楊哥臉色已經不是很好看 因為他絕對不會想要去這個行程 例如我可能比如說 陳田機場下 然後我就直衝了金澤 金澤在北邊 600公里 6個小時都開過去 大概是屬於這種路數 所以那一趟從金澤北邊 你說開車要多久 6個小時 謝謝 那我們下一位 還要分手 然後你聽我講 那一趟從金澤遠 600公里已經到墾丁了 對 金澤齊富縣明谷屋 再回陳田 我那一趟總共開了1600公里 這不打緊 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挑戰了人生中下一個高峰 我去了泰國 你會覺得泰國有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每個人都去過啊 就是有什麼 妳知道就好 我去泰國 兩個禮拜 我還帶了我的一歲多的寶寶 一起 然後那一趟行程 我取名叫做 什麼叫極地長征呢 曼谷下了之後 我先往北邊去大山 大概開兩個半小時 大山之後幾天後再去帕塔亞 三個小時 帕塔亞再去泰國 曼谷的最東邊 靠近柬埔 在一個叫向島的地方 然後再回曼谷 再回華星 總共 2300公里 哇 下一位到底是誰 你到底有多愛開車 然後我跟大家講 不是 妳是要選議員 請走基層跳 對啊 然後我跟妳講 那14天喔 泰國這樣14天 2300公里 你知道我最愛的地方在哪 在哪 就是第一站 從曼谷北邊 兩個半小時 大概200公里的一個地方 叫大山 那個大山呢 泰文叫做烤愛 烤士的烤 芳心慰愛的愛 烤愛 然後它是幹嘛的呢 它是 有點像是日本的清景澤 就是皇室 藝人 明星 上流社會的避暑聖地 那不是華星嗎 沒有沒有沒有 是大山 你知道很多 改了是不是 很多 沒有啦 很多藝人都會在大山買房子 然後在大山會有 整個超高檔的五星級飯店 都在大山 當時我去的時候是夏天嘛 台灣大概34度左右 到了大山變成24度 而且那個24度是均溫 就是整年度 都是24度 很舒服 很舒服 適合度力 涼涼的 涼涼的 在泰國有這麼涼涼的地方 然後你到那邊呢 你就可以看很多那種生態的 比如說的點 例如他們有國家公園啊 然後有瀑布的點 就會覺得都涼涼的 然後到了高檔的飯店 你可以幹嘛 幹嘛 它有一大片的大草原 野餐啊 你好累喔 你好像很穩 你好像沒有要想聊 幹嘛 小兩個 小兩個聽一下嘛 很適合你帶Baby去 帶小寶去 謝謝 一大片的大草原 你可以直接坐在草原上面 就是小孩一直跑 我就一直追他嘛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他的野餐呢 他會有人來幫你鋪草席 然後鋪很多的抱枕 然後呢 架起那個 露天的電影院 然後你就 在那個邊野餐 然後而且你知道呢 野餐我們通常要自己帶很多東西 不用 你直接在大山那邊的飯店 他們就會幫你準備好 你點什麼 比如說啤酒呢 一般是 飯店可能要兩百塊一杯 小燕哥他只要五十塊 就是他的價格都跟台灣差不多 然後你就所以你就點滿整桌 又好拍照 然後就帶著小孩 小孩在旁邊跑沒關係 你就坐在那邊野餐 然後看那個大螢幕的電視 的電影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奇怪 我在看電影嘛 野餐 反正說旁邊有一區怎麼那麼空曠 然後圍住 你知道嗎 就圍住 然後已經到了電影要開演了 旁邊的人都還沒有來 然後後來發現 一群一票人就是下車 然後開始圍住那一片 然後呢 有兩個光鮮亮麗的人呢 帶著小孩就進去那一區 後來我才知道 誰 那是 所以你看看 竟然跟太古皇室的成員 在同一個草地 看那個露天的電影院 野餐 唉唷 到底吸引的點在哪裡 你一直在那邊 唉唷 哇 一個啤酒五十塊 因為我想說 你現在還停在啤酒一罐 冷潮熱逢了 他怎麼都講得下去 而且講得好嗨喔 對啊 你不要這樣 其實很好啦 真的很棒 可是因為開車 跟大自然融為一體啦 我知道 因為開車真的是我罩門 你叫我要這樣開六個鐘頭 真的太久了 而且泰國是開另外一邊的 又更難 又更難 所以最好是叫老公開 女生不要開 是右下的人 然後泰國的高速公路 有一個特色 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你是回歸啦你 就沒有沒有 他們可以回轉 你就是發現你開錯了 你的導航看錯 他們中間都有一個洞 可以回轉 高速公路上面可以回轉 可以回轉 他們中間應該是快速公路吧 他就是 回轉道 你看到左邊就可以回轉了是不是 沒有 他有一個回轉道 他們高速公路上都有回轉道 還是你沒有收到罰單而已 真的有 真的可以啦 有這點吸引我 高速公路上有回轉道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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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對 對 美國 是越南 因為越南也是很久以前 是我們法國的殖民地 對 所以越南還有一點點法國的味道 對 比方說他們的麵包都是 像白鴨 是法式 就是這樣 麵包 然後他們也是很喜歡喝咖啡 對 因為他們的 原南的咖啡非常多 對啊 而且非常高到 你就這樣路上 然後覺得有這樣的味道 然後你看他們的房子也是 中間是我老婆 但是後面那邊你看 法社啊 對啊 是法社 像他們的窗戶有這樣木頭的門 有一些地方真的我看 然後就感覺是法國的小小的家鄉 真的 上個月有跟老婆去 沒有小朋友 去胡志明市嗎 對啊 去胡志明 然後這一次有去 Hanoi 我們去年有去胡志明 這一次有去 Hanoi 然後從Hanoi有駐摩托車 然後去海邊 哈龍北那邊 然後去山山騎摩托車 然後回來這樣 這樣還蠻好玩 然後也是原來 我覺得是跟台灣有一點像是 不算你去哪裡 你會找到非常好吃的地方 對 也看起來不怎麼樣 在路上而已 小小的 老老的 然後就 吃就是不用擔心 但比如說像菲律賓是漂亮 可是吃就可能沒那麼習慣 沒那麼習慣 不習慣 對啊 越南 泰國這種吃是根本不用擔心 好吃 河粉好好吃 是啊 日本人的話 大家都很喜歡去這裡 夏威夷嗎 對 夏威夷 又是美國 Yeah 目前才講到兩個美國 對啊 很親密 對日本人來說 夏威夷真的是天國 因為就是日本人喜歡的 那個因素都有 比如說就是 時間過得很慢啊 然後風景很漂亮 然後白砂糖 然後海邊很漂亮 然後東西也非常好吃 還有接下來就是 對 妳相信他們有聽得懂 你們的英文嗎 語言會通也有理由 是因為那個歷史上 以前那個世界第二戰結束後 很多日本人會去移民啊 所以那邊其實有很多日本人 Yeah 機場啊 司機啊 購物中心的服務員啊 大家都講日語 所以都不需要用英文 所以就很驚訝 真的喔 對 而且我吃完 他那個看表演的時候 大家都那個跳 那個佛拉丹斯 草群舞 對 我很開心 終於可以看到當地人 我要試試看我的英文 可是到時候發現 好像他是日式的夏威夷人 就是講得像有點像日本人 他也有說 對 他也有說那個很久之前就開始住在夏威夷 所以就日語也會通這樣子 我覺得韓國人其實這個部分有一點矛盾 因為很多人知道韓國人 韓國跟日本人的關係就不太好 對 對 所以我們就很多人覺得韓國 韓國人應該不喜歡去日本這樣子 但是在韓國 很多韓國人超愛去日本 所以好像是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人最愛去 最愛出國的國家第一名是日本 是因為很近嘛 但是我們打飛機就一個小時就到 而且那個機票的費用也很便宜 而且那個裡面的日本的食物都是 因為我們韓國的有一些老人家 他們不敢吃國外的東西 因為他們一定要有泡菜才可以吃東西 對 所以他們出國的時候一定會帶泡菜出國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在日本的話 還有韓國的泡菜 很多地方都有韓國的泡菜 所以他們就很喜歡去日本軟 然後年輕人的話 是會喜歡去日本的理由嗎 對 就是因為他們真的 對他們來說這個是很重點 食物啦 對 他們如果是去美國這樣 就他們一定帶韓國的泡麵去 然後他們那邊吃泡麵而已 不敢吃美國的東西 對 就韓國人人家都這樣子 然後是喔 我們年輕人的話 就很喜歡去日本的理由就是 因為那邊比較好光景 然後就很多東西在韓國沒有賣 但是日本有賣 那我們去日本買 還有一個是 我跟朋友們很愛去日本 因為我有一些男生朋友嘛 因為如果我們去日本玩 他們都跟我說 炳秀在日本玩 如果我們在路上 就我們故意講韓文 那日本女生過來打散這樣子 然後就我這 確定嗎 沒有 就我一開始不相信 然後就我跟他們一起去那個 我們去東京那邊 然後就我朋友故意 故意講很大聲就去韓文 來 炳秀 然後真的我們一直這樣走路過去的時候 真的很多日本女生過來問我們 你們晚上要做什麼 哦 加油 好 獨立 你要學 你要學韓文對不對 對 怎麼可能 真的 而且大部分的他們都會講韓文 就是 對 都是年輕人嘛 對 都是年輕人 可能要利用你們 就是跟你們學韓文對不對 可能利用我們 對吧 幹嘛 什麼意思 沒有 就跟我們一起玩嘛 對啊 就是逛逛嘛 對 他們帶我們去逛逛 對 逛逛的玩 所以我們以後就是每次 我跟朋友們就是一個月一起出國 因為就是機票的費用也 四千塊 就來回四千塊而已 然後就我們去那邊的 就是費用也是 餅秀真的生活好多 真的吃好多 真的 慢慢潛入出本性 真的好兆哦 對啊 我覺得台灣人最愛出國的地方 尤其自由行 我覺得這是日韓的嘛 那日本又是大家又更喜歡 因為我覺得像是老人家也好 都很很喜歡日本的步調 又可以去泡溫泉什麼 對 那大家一定通常都去東京 對啊 大阪 那我今天想特別講的就是 去大阪呢 你還可以去一個地方 就是 耐涼 對 去太小路 對 近期真的很流行去耐涼 然後除了可以看那邊的小路之外呢 而且可以在那邊享受被路追逐 因為我那 我去年其實是我第一次去耐涼 然後我那時候是跟那個 A瑤姐妹 然後我還說 拜託拜託我真的很想去 然後A瑤姐妹說 可是要坐一個小時的車 OK嗎 因為就是離大阪 是一個小時的路程嘛 然後而且那天其實有點小笑 我說不行 我一定要去看可愛的路 然後我那時候都把路想得很可愛 結果移去 其實路 有一點可怕耶 他們是商業路好不好 好可怕 因為牠咬著你 你真的牠會被牠咬著你的衣腳 然後我們會去買那個路仙背嘛 然後呢 真的耶 那些路是用兇狠的眼神這樣 跟著你 然後我覺得還有帶照片 然後我覺得其實那個路 照片有你嗎 有 我跟路 什麼沒關係 那除了就是你被路追的 這個可愛的行程之外呢 一定要看看那邊的東大寺 因為其實雖然我們去日本 你都會覺得看好多神社 不都長得差不多嗎 東大寺跟別的寺廟不一樣 它有一千兩百多年的歷史 它是古老的文化遺跡 就是一個遺產這樣就對了 所以你去看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寺廟真的都舊舊了 你可以看到那個斑駁的痕跡 然後還有它上面的那個屋頂 都是有點好像是 感覺好像是 真的是千年以前的那種古蹟的感覺 有一點頭暈啦 對 但是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各大的那個寺廟一定都是什麼 可能去搖一下那個鈴 然後仇一個許願 這一間呢 還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是它有個柱子 下面是有一個洞的 那傳說中呢 你只要可以鑽進這個洞 你就可以祈求這一年很平安 真的嗎 對 像杜力就可能鑽不過去 喂 自己 沒機會 所以大家都會排隊去鑽這個洞 但是因為那個洞真的很小 你這樣目測 它其實就是一個 它大概 我覺得它比這一張還要小對不對 很小 這麼小 對 它比這個A4還要小 所以就是會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比如說小朋友先鑽過去 那這時候媽媽也想要一起 就會卡在中間 那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過得了而已 沒有 很瘦的大人其實擠得過去 我跟大家講一個撇步 你進去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洞 身上抹油對不對 不是 還是要穿比基尼去 不是 你不能陣陣的進去 你要斜斜的 然後進去裡面邊鑽邊滾 邊轉身體 你好像瑜伽老師 對 才會比較容易卡住 才會比較容易出去 那你們建議杜力要怎麼弄呢 肚力我覺得就砍掉頭臉好了 就放棄好了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好的 對 我要推薦一個意大利的 對我們來說 滿有名的意大利人都知道 而且很適合自由旅行的 KOMO 在米蘭附近 KOMO 好漂亮喔 非常非常漂亮 那這個KOMO它就是在湖邊 這個湖 它叫KOMO湖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湖 它的形狀是一個V形狀這樣 然後有一邊是KOMO 然後有那個小船可以搭 然後看整個湖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其實從米蘭 你坐火車到KOMO 只要就不用一個小時 就到了 用我們那個一般的火車就可以了 然後在那裡 到了之後 你其實所有的景點 你用走路就可以了 所以真的沒有人跟團去那裡 大家都是自己玩的 然後我們在那裡 是應該算是 好美喔 真的 意大利 但是意大利最有錢的地方 也是離瑞士非常近 所以它其實跟瑞士有一點像 然後很多藝人在那裡有買房子 比如說 他有一個房子在那裡 有些人有時候會看到George Clooney 可是那個紀錄不高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我跟老婆去 我們有在那個主要的廣場那裡 就是他介紹有些機率不高 這個地方 就是好像看到 凝絲湖水怪一樣機率不高 對 機率不高 對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 是 對 我朋友有看過 他騎那個哈雷 有看過一次 對 後面是哈雷 後面是看到飛哥 對 他們最期待的 飛哥騎那麼遠 好處理喔 然後呢 我們 我跟我老婆們去有一個 Piazza Cavour 就是廣場 但是主要的廣場 那個廣場 可以直接看到那個湖 然後那個餐廳他提供給觀光客 那個午餐吃到飽 包含午酒的飲料 五百塊台幣 然後你可以在 你坐在那裡 天氣好 你可以看到廣場跟他的教堂 然後看到湖 湖對面的房子 好便宜喔 除了這個以外 我最推薦的是Como裡面 一個漂亮的燃車 它算是歐洲最快的燃車之一 然後它從Como下面 帶你去Como的那個山上 從那裡可以看到整個湖的景色 非常的美 可以耶 很好的 漂亮 這個不錯啊 所以你是說從義大 它等於是我們飛到米蘭 現在有直飛嘛 現在有直飛 再從米蘭過去 怎麼樣過去 你坐從米蘭車站 你坐一個很普通的火車 一小時內就到Como 台灣朋友很愛去舊金山是不是 但是你每一次都是去一些 逛一些外室啊 金門大橋 第一名牌的啊 金門大橋有沒有 惡魔島金門大橋 這也太漂亮了吧 對 是很漂亮 但是很多在這裡附近 我覺得台灣朋友 沒有去過的一些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去舊金山 我要推薦你去一個地方 舊金山哪裡 我還有台灣人沒去過 有...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看一些很可愛的動物 我演一下 你才是怎麼懂的呢 你... 海...海狗 不是啦 海獅啊 海獅耶 有沒有 牠會哦哦哦 這些海獅 拜託 Pierre的那裡到處都是台灣人 好不好 是嗎 對啊 你確定嗎 是我小時候二年級就去過了 對啊 胡云蓁就躺在這裡 你沒看到 對啊 但是你覺得 你不覺得這個地方很漂亮嗎 而且他現在那邊重新規劃過了 他旁邊變成一個像那種 也結合美食街 結合一個小鎮 它裡面有表演 也有那個遊樂器材 對啊 這個沒去過了 有一點像一個那個 海洋公園 那個海洋公園 對啊 你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些那個 這些海獅的骨頭什麼的 你可以跟他們拍照 還要磨他們的皮啊 什麼的 你可以摸他們 可以摸他們 看到海獅的骨頭 那個骨頭不能磨 但是它的皮可以磨 它可能是一個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標本 就這樣子 你可以摸它 它是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去餵他們 就是很可愛啊 這個地方是不錯 這一區還滿好玩的 其實它往另外一邊走 還有一個 那時候我們去的時候 還有一個大的軍艦 然後你可以上去參觀 參觀完之後 你就再往這邊走 那一區現在重整之後 變得很好玩 而且東西都很好吃 然後還有小朋友可以跳那個 彈跳 對 像彈跳床 可是它可以彈超高的 對 滿好的 很多很好玩 而且我覺得這個地方非常適合 如果你是 單身 你可以去這邊 真的嗎 你可以 像小優 你這種很漂亮的女生 如果你去那邊 說不定你在外邊 因為究竟山有一點冷有沒有 你去那邊 就說好冷 我太冷了 一定會有一個 一定會有一個美國人 就是過去那好不好 好 把你推到裡面 喂 我們不會這樣 我們很浪漫好不好 就我發現下一秒 我跟海獅都在那個裡面 你都在那邊 同一鍋 不 半瓶於暖 太夠分了吧 然後我們下去參觀 小優耶 在法國大部分的人去巴黎 要去香西里達大阿瓦斯 巴黎跌倒 但是這個是莫瑪特 莫瑪特 對啊 一定要去 因為莫瑪特以前是 不是巴黎裡面 這是巴黎外面一點點 然後當然巴黎越來越大 或是在巴黎裡面 這個是在一個山山的 小山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還是有法國以前的 小路這樣 小路啊 Lex Old Street 對啦 對啦 然後有咖啡廳 因為以前是非常有名 是因為有好幾個藝術家住那邊 小瑪特是不是在那個 大家都會去看的那個 對 這個教堂 教堂的旁邊 對對對 這個上面 那個教堂叫什麼啊 Sacke Girl 43歲也是有帶老婆 跟小朋友去那邊 是 然後我覺得還滿是 因為你可以去那邊 好漂亮 有咖啡廳 然後你可以在那邊 好有風貴喔 你坐外面你喝咖啡 這樣是法國的生活 你知道他現在也變成 他也重整過了 我們最早去的時候 他就像剛剛妮可講 他是一個藝術村 所有藝術家都在那裡 然後他牆上會有一些 很多可愛的裝置藝術 有他牆上就會掛了一個人的臉 然後吐舌頭這樣 他就是用人的臉 去做的磨放在那邊 然後就很擬真這樣 然後現在的咖啡廳很多 還有那種小 可能我覺得觀光客越來越多 大家越來越懶了 所以他開始有那種小火車 然後你就可以坐著 那個小火車坐這樣 要不然要坐樓梯 所以上次有去 因為最上面是 這一個很老的教堂叫Sacke Girl 然後那邊的風景 真的非常漂亮 你可以全部的巴黎可以看得到 然後那邊的白照真的很漂亮 但是要不然要坐樓梯 法國的咖啡廳會很早開的 大概六點半七點已經會開的 然後當然人比較少 所以比較漂亮 漂亮 今天給你們介紹的地方是蠻有特色的 因為就是我們韓國在索爾裡面 有禮太院 有一個地方很多外國人 然後禮太院旁邊有一個地方叫 漢南洞 漢南洞 對 漢南洞 漢南洞這邊是最近很紅 因為他們裡面很多咖啡廳 全部都是咖啡廳 然後每個咖啡廳的設計都不一樣 而且每個特色都不一樣 有一些咖啡廳是 一樓是咖啡廳 二樓是表演唱歌 然後三樓是什麼展示一些什麼畫家的東西 然後四樓是看什麼風景 就是上面的那個 可以看到那個禮太院的風景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個咖啡廳 就是他們 這漢南洞裡面很多咖啡廳裡面 就是有很多畫家的作品就放著 然後旁邊有位置 就讓你們坐就喝咖啡 所以很多 因為最近很多人就是為了得到照片 去什麼餐廳或咖啡廳 因為要上傳是IG什麼之類的 所以漢南洞這邊 可以得到很多好看的咖啡廳 而且是這個地方 是很像外國 還好 真的 OK 好 那就因為我們還看得到 漢南洞 漢南洞在那裡 為什麼 為什麼杜力就是見不得人家 那漢南洞那個布魯克林橋旁邊 每次都會拍到的那一棟 對 就是這個是在一個咖啡廳三樓 如果你們去陽台那邊 可以看到這個風景 然後他們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那不重要 誰在幫你拍照 對啊 那個是 這一定是約會照 這是我有一個朋友幫我拍 而且還有兩杯飲料 對啊 沒有 這是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拍照的 男生朋友嗎 對 就是 而且看到那個照片 就看得出來 就因為每個咖啡廳裡面的燈光 都是故意弄成那個 很適合拍照那種 真的啊 對 所以是可以得到 都打光打得很好 對 打光打得很好 所以其實我真的很推薦 如果你們去韓國 首爾一定要去這邊看看 OK 對 其實去韓國不是只有去首爾 在首爾旁邊的經濟道 也很值得大家去 而且一秒變歐洲 然後推薦那個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大概黃昏是有拍的 那它是在我們經濟道 也太會拍了 對 而且我真的是用手機拍的 它是在我們經濟道有一個 以香草為中心的一個樂園 非常大 大概有十三萬坪大 那裡面會有包括 有跟香草有關的體驗 餐廳 還有一些住宿都有 所以白天晚上都很棒 可是之所以我們會去韓國 其實有很多跟韓劇有關係的 所以韓劇也在這邊拍了 最重要你會聽到 這不是都平常都會做的事情嗎 我跟你講 這邊有一個SPA 貴婦級的SPA 我就是為了她去的 平日去 就花了 二十二萬五千的韓幣 二十二萬 對 但是它基本上它是有紮的 七千嗎 對 五千多塊 第一關就是去泡個泡泡浴 這個泡泡浴就是 它會依據你的需求 給你不同的浴室 比方說我那時候就被分配到 所謂海洋風 所以它設計的浴鹽 木浴鹽跟精油 還有這個花草茶 都是為你設計的 好可愛 再來 你看 是不是很美 好可愛 再來 這就是你專屬的浴室嗎 這是我專屬的 就是我一個人 那人呢 人其實有啊 在拍照啊 對 在拍照 嚇我一跳 對 來了 所以就是貴婦班 這是第一個程序 可是到第二個程序 簡直是我相信大家有許來 都沒有去體驗過的 也就是我去躺了一個 這是什麼啊 松木 松木香腹 這看起來有點恐怖 對 我跟你說 它真的是很費工的 它進去它上面有鋪一個熱毯 然後它會 你躺好之後 它會開始層層去鋪上香草 尤加莉葉 然後裡面松木它有溫度之後 它會發出一些比較 對人體好的酵素 所以你在這邊要躺半小時 可是當我一躺下來 其實我覺得很舒服很舒服 眼罩一蓋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出現 可是我跟你講出來之後 你就覺得你好像身上的一些毒 都已經被排掉了 排毒就對了 對…然後再去精油按摩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覺得 你要善待你的女朋友老婆 這種貴婦級的SPA 真的打個燈籠我都找不到 有時候去一些地方自由行的時候 是否有一些事情要注意一下 美國真的是太大 然後就是有一個朋友 就是去美國 然後就是問我 他說 啊 我現在要住羅杉磯 那我要去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他就只跟我講 會不會很遠 然後我就想說 沒有 這些地方都算是滿近的 然後他說 是這樣子 我以為他要排一個禮拜的行程 他把這些所有的東西 排在同一天 那這些地方都離羅杉磯很近 差不多兩個小時 所以嘛 他犯了一個錯就是 問錯美國人啊 沒有 他問的是不對的問題 他就說這些地方近不近 然後我就說很近 那他自己排成 把它排成好像是 一天也要跑去這裡 然後又兩個小時 那後來打電話給我 他說 杜磯你不是跟我說 這些地方都很近嗎 你知道嗎 我就把這些東西排到一天 那後來我什麼都跑不完啊 那什麼都 我說 小姐 那是你的錯啊 是不是 你應該要問我 從這邊到這裡要多久時間 真的是他的錯 因為他問錯人 不是 不是 是他問的問題不對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問一個美國人 這個地方近不近 或是遠不遠 你不要問這個問題 你就問他 直接問他 從這裡到這裡要多久時間 對 他真的覺得很近很近 Dowdown真的都要15分以上 去義大利自由旅行的時候 你很多人喜歡租車 租車的時候 你會自己開到那些漂亮的城市 可是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 那為什麼我們有那些限制區 一個我們就是要保持乾淨 第二個就是有一些路 真的不適合開 就是你車子會有問題 我們的路非常非常短 因為當時設計可能是騎馬 或者走路才會過 或者騎摩托車你可以 開車你可能會卡住 而且有一個朋友 他是台灣人 他就是租車 他要去弗洛倫斯玩 然後去到弗洛倫斯裡面 其實你靠近那個市中心 你會 我們會知道很多都是限制區 可是可能你們看不懂義大利文 沒有那麼明顯 他覺得好順利 他直接開進去 開到一個小路 那個地板都是很漂亮的 那種石頭的 然後旁邊都是那種老房子的牆壁 看到越來越窄 後來車子開始 就兩邊都摸到牆壁 然後他就馬上停止 他很害怕 就很緊張 因為車子租的壞了 然後他當然不知道哪裡 他就是走路 然後他去走路到他的民宿 然後他要求住 回來的時候 車子不見了 車子不見了 不見了 對 然後他就發現車子馬上被拖走 然後拖車費限制區 那個你馬上被發至少八千塊台幣 真的喔 對啊 因為你不可以開到那裡 那你可能會破壞我們的環境 那個就八千塊 還有那個車子拖走 放在拖走的地方 在四千塊台幣 對 對 這樣花很多錢 而且車子他自己要自費修 因為 因為如果是一般的話保險會付 可是誰叫你開到那裡 對啊 那你就要自己付了 是人為了 對 所以在意大利我建議就是停 遠一點 走進去那個 對 對 真的不要開到裡面 好 那很多人很喜歡去澳洲自由旅行 去看我們的海灘 是 但是如果你要去水有關的景點 你要非常注意 如果沒有救生員的話 可能會受傷 如果你去游泳 或是去在那邊逛一逛 因為我們的浪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強烈 但是如果你去澳洲的最北部 我們所有的水池跟湖 都有鵝魚 啊 很可怕 杜莉 你怎麼在水裡 喂 好可怕喔 真的有一天 超大隻的 真的是超大 有很小的 也有很大的 南部沒有 因為南部他們太怕了 因為有下雨 所以他們太怕 沒有鵝魚 南部有鵝魚 所以南部有鵝魚 北部有鵝魚對不對 對 那我覺得出國還有一件事情 最掃興的就是呢 如果你出國 然後發現呢 雖然想要吃好吃嘛 又想要就自由行嘛 要體驗美食 對 可是你又怕自己呢 吃了這一趟 然後又胖三公斤 對啊 然後晚上睡覺都做噩夢 覺得實在是 又想玩 然後又想吃 很有罪惡感 很有罪惡感 但我覺得這樣子 你就沒有玩得很盡興 所以我覺得在出國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找到很好的幫手 你反而就可以玩得更開心喔 因為我最近呢 就是覺得如果出國玩呢 不能吃對不起自己嘛 我就帶了一個很好的幫手 就是 就是現在網路很紅啊 叫油切小紅包 對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小小的一個包裝 所以非常好吸蛋 然後我現在就是出國 或是呢 平常在家都會吃 那裡面其實就兩顆這樣子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介紹一下 這個分為呢 這個油切膠囊跟油切錠 這個油切膠囊 黑色這一顆呢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成分很厲害喔 叫做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聽過沙極油 然後我就有去問我營養師的朋友 他說沙極油對我們身體超級好的 因為你可以從它字面上 它就是沙極油膩 我們就會吃很多油膩的食物 它可以幫忙代謝脂肪 所以它可以沙極油膩 那除了這個呢 油切膠囊 還有這個油切錠 這顆小小的油切錠呢 裡面也是非常的厲害 還有很多很重要的成分在裡面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現在全球最夯的 三大黑色食物吧 它裡面有黑生薑 黑蒜 跟黑胡椒 聽起來黑生薑 黑蒜 這些是要怎麼樣呢 我跟你講它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熱能 那其實你熱能提高了 你的代謝也就提高了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現在覺得瘦不下來 然後常常都覺得怎麼那麼容易就胖 就是因為 但是它可以幫你 對 它可以幫你提升代謝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藤黃果 藤黃果 對 藤黃果它可以 消耗油膩 而且它可以把我們身體的那個 就像這個開關一樣 把你的代謝功能開到最強 開到Turbo這樣子 對 那剛剛講那麼多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會吃酵素嘛 它裡面也有酵素喔 而且是 超級酵素 對 這個超級酵素呢 它可以幫忙延緩糖分的吸收 因為像我們現在很多人也很愛喝飲料 手咬你 對 對 它可以延緩你身體吸收糖分的速度 那一樣也可以幫助代謝 所以就是這一個油切膠囊加油切錠 兩個雙管齊下 其實真的很有感 因為像我前陣子 就是大家不是都在趕入那個唇檔嗎 過年的時候 我那陣子真的是 人生就是覺得胖到最高點 因為就暴飲暴食 然後隔天就整個人很水腫 連主持人都說 小優你是怎樣 你是懷孕了嗎 就看起來就腫腫 虛胖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趕快吃這個油切小紅包 然後超級有感的 因為首先就是你會發現 你那個嗚嗚的次數變多了 然後就覺得排得很乾淨 樹片都不見了 小腹也下來了 就可以幫你維持住身材 但有時候出國大家都想說 好奇啦 對啊 都出來完了 講這些 但是回來就後悔了 會後悔 再說嘛 大家出國吃美食 有沒有還是想說要保持一個 你知道身材的一些小蜜招有嗎 我自己會跟很多朋友一起點小小的 然後我們就一起可以分享一下 分食啊 對啊 因為我常常會點很多 或是跑給鱷魚追啊 那真的很消耗體力喔 如果在澳洲可以了吧 OK 那就發現吃很多只能吃水果啊 很可惜 在韓國很多女生就這個部分很在意嘛 就是每天要減肥 所以我們有一段時間很流行的是 那個泡澡粉 泡澡粉 對 變瘦的泡澡粉 變瘦泡澡粉 被變瘦泡澡粉 但是他們很多人都用過 但是沒什麼用 其實就沒有效果啦 對 這之前日本也超多的啊 那種辣椒的 辣椒的 對啊 我去年去長灘島玩 然後其實呢 菲律賓他們都吃那種 美式炸物披薩 對 超油膩 早上吃披薩 晚上吃炸雞 我都快瘋掉了 但是因為我都一直有帶著他 你看看 你看看 比基尼罩還是不能吃 這是幹嘛 對啊 就是你看小婦朝的 超啦 你小婦好評喔 對 但是我同行的友人 我們都吃一樣東西 但是他卻胖了三公斤 把照片公布出來啊 不要 不要這樣子嘛 大家也朋友一場 所以就是真的 我覺得大家出國玩 除了要玩得開心 吃得開心 也要瘦得美美拍照才開心 是 真的 我跟你講自由行是很有彈性 對 可是一定要結伴同行 畢竟安全第一嘛 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 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階 拜拜